多许蒙早安 吃饱早餐了吗 今天我们彭老师一起来上给书客 今天彭老师要教你们做一只小猫猫虫 准备好了吗 首先彭老师要你们准备 一张颜色纸 一把剪刀 一只麦克饼 还有一灯吸管 准备好了的话 我们就来做手工哦 台湾尼 马云拉奇特 什么什么 乌安 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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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先把A4的颜色纸对折 折成一个正方形 过后我们把多余的部分用剪刀剪掉 同学们过后我们把正方形的纸对折一半 过后再重新打开 再往内对折一半 过后 工学们可以拿出剪刀 根据线条剪出它的形状 把它剪成一条条的形状 的形状 曹市 通学们过后根据老师的步骤 把那张颜色纸对折再对折 同学们过后把对折好的纸 拿出剪刀剪出椭圆形的形状 同学们过后把剪好的纸张打开 形成一个毛毛虫的形状 同学们过后拿出麦克笔 把毛毛虫的眼睛画上 把毛毛虫的眼睛画上 一边就在洗净 涮成一个毛毛虫的眼睛 同时们可以使用吸管来吹毛毛虫 这样就形成毛毛虫正在移动了 同时们你们也可以使用手指来移动你们的毛毛虫 或者跟各个姐姐们来比赛 看谁的毛毛虫移动的比较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